也是在家乡 弥勒菩萨 印度的造像在家乡 中国人造弥勒菩萨 都造布袋和尚的像 这出家乡 为什么造布袋和尚像呢 布袋和尚是南宋时候的人 跟岳飞同一个时代 出现在浙江风化 在那一代 这么一个出家人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他每一天都背一个大布袋 别人供养他的 他就往布袋里面一放 所以 一般人就称他做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 提起布袋和尚 大家都知道 天天在外面 油画了 有人问他 佛黄 他总是笑眯眯的 把布袋往地上一放 两个手 往下一垂 你问他 什么叫佛法 他就做这个样子给你看 别人一看 哦 放下 哦 佛法是放下 那放下以后怎么办呢 他把布袋低起来 背在肩膀上就走了 他叫你什么 佛法是先叫你放下了 一切放下了 放下之后呢 放下之后帮助一切众生 你要提起啊 所以说 放得下 提得起啊 这是菩萨了 一句话不说了 用意很深 把你的问题都解决了 他往生的时候 他没有生病啊 这涉足就走了 告诉大家 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再来 说完之后 他就走了 这个不是骗人的